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我们上午学的东西 上午呢 第一个告诉大家 我们后面呢 要花12点时间来学习 这个电商后台管理系统 前面呢 4天我们主要是学习了的GS 学完之后呢 做一个学员管理学项目 因为只有把这个项目会做了 你在干嘛呢 才能看懂这个接口 接口是怎么开发的 好 然后剩余的8天呢 我们主要是学习VUE 通过VUE呢 最终来完成这个电商后台管理项目 试图的渲染以及接口的请求 这是我们12点的任务 然后先收回来 一天一天来 第一天呢 LoloGS 上午呢 主要告诉大家 什么是LoloGS 大家猜猜是什么 GS的 运行环境嘛 可以让GS干嘛呢 变得更强 可以干嘛呢 代替PAP 代替加温 让前面更强 好 然后怎么用呢 下一步我们就安装 安装好了之后呢 做个初体验 大家想问题 这个REP要是重要 还是说了解就完事了 你不可能项目开发 这里面开发吧 你又开发 你直接是谷个控制 什么就行的呀 R什么意思呢 读 读了之后干嘛呢 EXEC执行 P什么意思呢 print打印 执行一个命令 读过来 然后干嘛来执行 然后再打印 然后后面执行命令 是不是路拍循环啊 这你了解就可以了啊 然后初体验这个知道了 这是什么 要知道的 为什么呢 诶我写个GS文念 怎么通过Rolo GS去运行 是不是Rolo 的空格文件名 点GS就完成了呀 这要知道的 OK 然后给大家讲了一个 非常重要概念 叫模块概念 就是说啊 你发现 Rolo GS 是GS的运行玩性 然后呢 我们就是写GS代码 通过Rolo GS去运行一下 但大家想问题 就我们以前的GS代码 能写网页 你是不是得配合 这个H2名叫CS的呀 然后呢 而且你最终还干嘛 后来只叫个APA級 来访问吧 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 所以说呢 给大家说了 Rolo GS里面 我们后续使用 就是干嘛呢 就是使用 这个ECMA script 就是基本运法 变量啊 判断循环什么的 大家注意 这个RT呀 什么那个 Windows 黑心哈佛这些 在Rolo GS里面能用吗 不能用 因为它只能用 这个技术语法吧 那些都是干嘛 属于DOMG BOM 这个知识点 这块是可以用的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 使用内置模块 第三方模块 以及自定模块 那什么叫模块呢 然后我们讲这个Common GS Common GS是个规则 是个规范 它规定来说 一个文件就是什么呀 一个模块 通过Expose 或者说ModelExpose 来导出 导出之后 我们才可以引路使用吧 再考虑大家问题啊 模块里面 有十个方法 我直接引路 这十个方法能用吗 你是不是都通过Expose 导出一下才可以使用的呀 我导出三个 那么就能用三个 我导出两个 只能用两个吧 这个是要注意 这是我们说 练习自定义模块 然后第三方模块 有练吗 没有 是不是有明天上午 一上午来学习它呀 OK 然后就是内置模块 内置模块呢 事先打开了 GS官方圆码 给大家看到 圆码文件 FS.js htps.js 就告诉你 原来我们刚才写的 那个自定义的时候 我们是写的什么模型呢 我们是不是写的一个 A.js B.js 这这个GS文件就叫模块了 官方干嘛呢 更具备含义叫FS FS顾名是读文件的吧 https呢 http呢 创建服务器的 根据http协议 创建服务器 好 然后OS 然后我们就学了 有哪些内置没快呀 OS 就是操作系统的吧 有印象就行的 详细的不用记啊 因为你写M是干嘛的 读系统这个 还是有概率性问题的 所以说就是 概率不是很大 就了解就行的 PASS是干嘛的 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呀 路径处理啊 我们之前学的什么呀 是BESTM还是什么呀 第二M 一模一样嘛 一模一样啊 所以BESTM什么意思 取最后一层嘛 第二M呢 去掉最后一层 这两句话 有同学可以理解 有同学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怎么办呢 你这一组 再把它交流交流 务必把它搞明白 因为你只要把它毁了 PAP跟GS都毁了呀 OK 然后URL模块 这是我们用的干嘛的 我说获取什么东西 是不是定习能够参数的呀 参数的 OK FS模块 我们为什么要用FS模块呀 因为后期我们是用单纯的GS来写网站了呀 写网站 注意PAP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呀 加载试图 听过吧 你可不可以通过include加载HTML文件 注意我们之前是用什么呀 include加载PAP文件嘛 HTML也是一样的 把代码拿过来 可不可以用 FU小挖线getconnets去加载文件 用过吗 这个函数有没有用过啊 FU 这个有没有用过 没用过没关系啊 没用过 是PAP里面的啊 没用过后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只能概括一下啊 是干嘛呢 是加载文件的 大家注意GS里面能用它吗 GS能不能用它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PAP函数吧 那GS如何去加载试图 然后渲染呢 有什么模块 GS读文件有什么模块 FS模块 来读写 更多的是读 读书来干嘛 教过练习去训练 这是我们上午啊 学的全部东西